是非題 那是非題講什麼 講說 最賺錢的工作 是最好的工作 話好多字寫 對 可是答案 這標準答案應該是錯 那我這第二天找老師 我說為什麼會出這種題目 因為這種題目 沒有標準答案的 問小朋友最討厭的事情是什麼 他們就是考試 所以我們學校沒有考試 所以說我們是會盡量 去鼓勵孩子 以前最重要的事情 你要認識你自己 認識自己 你有什麼樣的天賦 你有什麼 你覺得 你想要完成的事情 你想要學習的事情 聖琳小學他得天徒後 他是在三檔 是 所以他就有很多 探險塑膝的課 這些課程很讓孩子 會認識大自然的環境 是 我們學校現在 也是一個理念型的學校 他其實 我們四個學期 其實我們每個學期 都有體驗課 那我覺得現在教育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應該要站在孩子 同樣的視線 同樣的高度 去思考 他的需求是什麼 而不是說我這個大人 我這個社會期待他做一些什麼